谁能想到 漫威里的超级英雄 居然是个满是纹身的油腻大叔 还自称打败过美国队长 逼人穿上剪身衣是这个效果 而他连坠肉都塞不进去 好容易穿上了 也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他就是苏联对标美队 造出的超级士兵红色守卫 年轻时的红色守卫是一名特工 他和梅丽娜 寡姐 叶莲娜 组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在美国执行秘密任务 被巡队局发现后紧急撤退 红色守卫展现了超越常人的力量 怕在飞机翅膀上和敌人对抗 最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寡姐的配合 一家人终于脱离了危险 不过从此之后 年幼的寡姐和叶莲娜 被送到了红房子进行训练 红色守卫也被关进了监狱 十几年后 寡姐已经称赞为美丽的特工 红色守卫再成为一名自暴自弃的大叔 谁敢挑衅他 他就愤怒地掰断别人的手腕 这天 他收到粉丝送来的红色守卫者的手办 立刻从愤怒的情绪中退了出来 因为这说明还有人记得他 爱戴他 可就当他温柔的把玩时 竟发现了里面夹带的耳塞 当戴上耳机后 听到了寡姐的声音 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养女来救他了 于是他瞬间来了精神 干掉看守 踢开牢门 虽然大富翩翩 但依旧身轻如燕 可成功之路总会有一些坎坷 面对敌人的火力压制 一连拿一个火箭炮解决问题 然而巨大的爆炸引发了血崩 生死一线间 寡姐救出了红色守卫 在直升机里得知 自己的两个养女 已经被红房子做了绝育手术 为了帮助女儿们摧毁红房子 她艰难地把坠肉塞进了制服里 只不过 曾经的红色守卫 现在已经变成了搞笑担当 寡姐的养母 也已经悄悄地通知了红房子 而她也被麻醉枪击中 在红房子的空军基地里 逃出来的红色守卫 被模仿大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还是寡姐和叶莲娜 不顾生死 被掉了红房子 红色守卫之所以这么废柴 是因为她失去了信念和战斗的意义 而美队的强大 并不是来自她那微补足道的超能力 而是那不可战胜的信念 电影的原意 似乎是想用家庭 来救赎这个中年危机的超级英雄 但大段的家庭戏 并没有足够的感染力 让红色守卫振作 这样来看的话 红色守卫的力不从心 似乎更符合逻辑 不可否认 漫威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但它依旧有着资本主义的妥协性 这次又是把苏联黑的体悟完肤 我想说 看漫威的作品完全没问题 关键是要辩证的去看待 不要把喜欢变成无脑膜拜就好